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习近平回信勉励阻击宁波的香港企业家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 新时代强军路上 人民军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奋力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把强军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李强在湖南看望慰问受灾群众 检查指导防汛工作时强调 全力做好防汛抗洪救灾工作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布实施 退役军人安置条例 中央宣讲团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外交部中央政法委公安系统 宣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北京时间从昨晚到目前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巴黎奥运会上 再夺四枚金牌 并实现多项新突破 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 新增装机规模 同比增长24% 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 遗体告别活动在伊朗举行 伊朗最高领袖称将采取报复行动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 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022年10月16号 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一部分 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 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文章强调 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 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要求 必须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 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 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坚持政治建军 改革强军 科技强军 人才强军 依法治军 有效履行新时代人民军队使命任务 文章指出 要全面加强人民军队党的建设 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提高人民军队打赢能力 全面加强军事治理 巩固拓展国防和军队改革成果 完善军事力量结构编程 体系优化军事政策制度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文章强调 人民军队始终是党和人民 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军队 有信心有能力维护国家主权 统一和领土完整 有信心有能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提供战略支撑 有信心有能力为世界和平与发展 做出更大贡献 本台消息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给包裴沁 曹奇雍等祖籍宁波的香港企业家回信 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 习近平指出 多年来你们传承先辈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 积极创新创业 捐资助学 为家乡建设和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心火相传的爱国心 桑子情 习近平强调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 需要全体中华儿女宁心俱力 携手奋斗 希望你们继续发挥各自优势 积极主动融入国家改革开放大局 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做出新的贡献 近代以来 一大批宁波人走出宁波 重工兴商 逐渐形成了新系祖国 步履四海的商人群体 涌现出包玉刚 邵逸夫等爱国爱乡知名人士 为祖国和家乡的建设 做出积极贡献 被称为宁波邦 1984年 邓小平同志指示 把全世界的宁波邦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 曾多次对宁波邦人士表示关心 并寄予殷切期望 近日 包培庆 曹其雍等香港宁波邦后代 给习主席写信 汇报他们传承先辈优良传统 积极服务国家发展等情况 表达继续为祖国现代化建设 贡献力量的决心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 英雄的人民军队在党的坚强领导下 走过了97年光辉历程 迈进新时代 党中央习主席从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 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的战略高度 做出一系列新的重大判断 新的理论概括 新的战略安排 人民军队体制一新 结构一新 格局一新 面貌一新 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新时代强军路上 人民军队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奋力打好 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把强军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远海某海域 国产万吨大区南昌舰 首次加入辽宁舰航母编队 执行远海训练任务 在周边海域航行的两艘外军舰艇 突然转向 试图穿越中国海军舰艇编队 面对紧张态势 舰党委带领官兵 迅速采取应对策略 让外舰知难而退 放弃穿越编队的企图 关键时刻敢于亮剑 南昌舰官兵展现了中国军人的热血 和必胜的决心 南昌舰肩负了南昌这一特殊命名 是一艘传承了英雄精神的战舰 舰党委在主舰初期 就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将崇尚英雄 争当英雄的思想 融入到官兵的日常训练生活中 建党委带领官兵认真学习 习近平强军思想 坚决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 政治建军是我党我军的独特优势和命脉所在 也是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根本法宝 今年六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 习主席发表的重要讲话 系统总结新时代政治建军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深刻阐明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的内涵要义 鲜明提出政治建军时代要求 体系部署新征程上推进政治建军要抓好的重点工作 为人民军队开创政治建军新局面 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习主席对政治建军的权军部署 富有深髓的政治远见 蕴含强大的政治力量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 我们一定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 下功夫解决政治建军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确保我军永远听党指挥 永固打印优势 永保纯洁光荣 政治建军指引方向 改革强军凝聚力量 进入新时代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紧紧围绕推动军队高质量发展 聚焦加快先进战斗力生成这一指向 加快推动改革强军步伐 苏北某训练场上 在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 城镇环境下进攻战斗中 多型无人化智能化装备 与战士们默契配合 有人加无人的新战法 让合成静旅如虎添翼 东部战区空军某机场 对抗红蓝双方你来我往不分伯仲 联合作战体系支撑下 空军部队不断将空地一体连战连训 引向深入 从新年开训 沙场演兵到以战领训 体系对抗 全军上下金武强能热潮 持续涌动 铺展开备战打仗的壮阔图景 我们牢固树立实战导向 始终把海空管控的绝地场 作为未来打仗的预战场 突出新概念 新技术 新战术 新打法 新武器 新功能 进行训练模式创新 融合开展基于实战的编组对抗 空地对抗 突防突击等科目训练 不断增强部队备战打仗的实际能力 强国必强军 强军必改革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必须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深入实施改革强军战略 进入新时代 人民军队加速破茧叠变 指挥体制精干高效 规模结构不断优化 连战连训 开启新局 政策制度更趋完善 新的体系 新的力量 新的装备 新的战法 人民军队由内而外 焕然一新 亮剑射敌的底气更加充盈 习主席对深化国防 和军队改革高度重视 亲自领导 亲自决策 亲自推动 提出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 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 为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 提供了思想引领和根本遵循 强军十年 历史性变革 和历史性成就的取得 根本在于习主席的掌舵领航 在于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科学指引 今年5月 随着我军 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舰 圆满完成为期8天的 首次航行试验任务 人民海军进入三航母时代 近年来 海军航母编队列振大洋 航空兵部队呼啸海天 一支河长兼备 具有信息化条件下 威慑和实战能力 能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 海上力量 以全新姿态 屹立在汹涌澎湃的大洋之上 空军歼20列振长空 运游20大鹏展翅 无人机寻意久消 特种作战机亮翅海天 新型地空导弹直指苍穹 空军主战装备实现整体跨带 正在向空天一体 攻防兼备的世界一流空军 加速转型 陆军合成部队 融入联合作战体系 特战 空突 远香火等 新型作战力量加速发展 无人化智能化装备相继投入使用 数字化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 一支支雄师净旅 瞄准未来战场 不断加快能力升级 向着机动作战 立体攻防的 现代化新型陆军 阔步前行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回望宏阔壮丽的改革强军画卷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 奋级中流的人民军队 一定能在强军新军中 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强 8月1号在湖南郑州 看望慰问受灾群众 检查指导防训工作 他强调 当前防训抗洪救灾形势严峻复杂 习近平总书记 时刻牵挂人民群众安危 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 批示和重要部署 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 全力做好防训抗洪救灾工作 做到讯期不过 思想不松 力度不减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近期 湖南发生多轮强降雨 部分地区遭遇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 李强来到陈州市资兴市 周门私镇燕窝村 阳宫堂村 实地查看灾情 详细了解抢险救灾进展 和道路农田房屋等受损情况 李强强调 当前要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 做到搜救全覆盖 抓紧抢修抢通 道路 电力 通讯等基础设施 加快排涝清淤和现场清理 严密防范刺生灾害 李强向坚守一线的 抢险救援人员 表示慰问和感谢 希望他们发扬连续作战精神 继续做好应急抢险处置 李强走进周门私镇群众安置点 看望慰问受灾群众 细致询问受灾情况 吃住怎么样等 李强叮嘱当地和有关方面 要精心做好安置点物资供应 医疗服务 防疫消杀等工作 切实保障好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 他勉励大家坚定信心 克服困难 齐心协力重建家园 各方面要集中资源力量 帮助灾区及早恢复 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随后 李强主持召开 防汛抗洪救灾现场工作会 在听取湖南省资星市 和应急管理部 水利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国气象局负责同志汇报后 李强指出 当前正值防汛最紧要关口 防洪风 防决堤 排内落 压力不减 要毫不放松 做好防汛抗洪救灾工作 从防 减 救 全链条 协同发力 最大限度降低灾害风险 减少灾害损失 要始终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 提前果断转移危险区群众 要持续强化巡查除险和强险救援 科学调度防空工程 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 确保重要提防水库和基础设施安全 要及时下拨救灾资金 调运救灾物资 提早谋划受损房屋修缮加固 农田补种改种等工作 积极推进灾后重建 要加快建设一批自然灾害防治重大工程项目 补齐防洪工程和农田排落短板 提高城市防洪排落能力 吴正龙陪同 本台消息 国务院中央军委日前公布 退役军人安置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 自2024年9月1号起施行 条例旨在规范退役军人安置工作 妥善安置退役军人 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 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条例共11章93条 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 完善安置工作机制 强调退役军人安置工作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明确军地各有关单位的职责分工 二是统筹安置方式 确定安置待遇 明确退役军官和退役军事 义务兵的安置方式 规定各类安置方式的适用条件 和相对应的安置待遇 三是规范移交接收程序 细化工作流程 四是鼓励就业创业 加强待遇保障 要求军地开展退役前后技能培训 加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扶持 明确军人退出现役后 依法享受相关待遇保障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中央宣讲团成员 在各地各部门深入宣讲 并与基层干部群众互动交流 中央宣讲团成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兴瑞 近日在新疆做宣讲报告 马兴瑞从深刻认识全会重大意义 深入学习贯彻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重大决策部署等方面 对全会精神做了系统宣讲和阐释 这次全会是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再动员再部署 我们要确实用好改革开放 这个关键一招和重要法宝 聚焦解决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 基础性 长远性问题 大胆探索 开拓创新 坚决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动新疆工作 再上新台阶 近日马兴瑞还来到基层社区 产业园区等地 与各族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 深入宣讲全会精神 中央宣讲团成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办主任王毅 7月31号在外交部做宣讲报告 王毅围绕深刻领悟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意义 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全面准确理解决定提出的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 全面认识把握全会 对对外工作的战略部署 和改革要求等方面 进行系统阐释和深入解读 决定明确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 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对外工作必须坚定奉行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和平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 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 鲜明的特征 和平发展也是中国为世界 提供的重要的公共产品 习近平总书记 据此提出了三大全球倡议 这样我们和各国一起 实现世界的现代化 最终建设人类命运的共同体 中央宣讲团成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青 7月31号 在中央政法委做宣讲报告 陈文青围绕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会上的重要讲话 和全会决定精神 做了深入阐释 要求政法系统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 一系列新思想 新观点 新论断 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自觉用以指导政法领域改革实践 我们要准确地把握 关职罗事后 这些重大改革举措 要坚持依法治国 依法治政 依法行政 共同推进 要坚持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 一体建设 通过理法 来解决我们出现的新问题 通过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 来解决各种突出问题 做到依照三定居指 依照法治办事 依照干位贼人罗事 中央宣讲团成员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公安部部长王小洪 7月31号 在公安系统做宣讲报告 王小洪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进一步全面深化公安改革 以钉钉子精神 抓好各项改革任务的落实 奋力推动公安工作 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以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 稳的基础更加扎实 劲的动人更加充沛 新的特质更加鲜明 大的担当更加沾显 严的成效更加显现 使我们赢得了战略的主动 增强了一生的信心 国家能源局7月31号 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 迈上新台阶 上半年 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 新增装机1.34亿千瓦 同比增长24% 占新增电力装机的88% 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 约1.28亿千瓦 占新增电力装机的84% 上半年 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1.56万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22% 约占全部发电量的35.1% 其中 风电太阳能发电量 合计达9007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23.5% 超过了同期第三产业用电量 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上半年 全国光伏发电量 同比增长47% 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 不断实现新突破 为保障电力供应 促进能源转型 扩大有效投资 发挥了重要作用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 今年1至6月份 全国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3.3万个 其中江苏 辽宁 山东 河北等 10个地区开工率超过70% 据介绍 今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5.4万个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 今年上半年 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1.08亿人次 为参保群众减少资金垫付 918.53亿元 较2023年同比分别增长了 124.69% 32.88% 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运行基本平稳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 部署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清朗 网络直播领域虚假和低俗乱象整治专项行动 重点整治 编造虚假场景人设 无底线带货营销 伪科普 伪知识混淆视听 欺骗消费者 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5类突出问题 推动网络直播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广东省科技创新条例昨天出台 将于10月1号起施行 条例支持高等学校建立科技发展 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 学科设置调整机制 以制度创新 引领和保障科技创新 助力粤港澳大湾区 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国家电网甘肃至浙江 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近日开工建设 该工程总投资353亿元 线路全长2370公里 是全球首个特高压柔性直流工程 能大幅提升大电网 对风电光伏等新能源的 接纳能力 工程建成后 每年可从甘肃向浙江输送电量 超360亿千瓦时 其中一半以上是新能源 昨晚 北京中轴县深移保护 群众性主题活动 在仙农坛庆成功举行 活动包括了创意装置展城 情景讲述 音乐剧等多种艺术形式 让观众沉浸式体验 北京中轴县的文化魅力 近日 中共代表团访问波兰 黑山和保加利亚 会见当地多个政党的领导人 并举办多场交流会议 宣戒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探讨中国之现代化 及其为双边关系发展 带来新机遇等话题 各方表示 愿与中国深化党际交往 和各领域合作 期待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为世界创造新发展机遇 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 中国新时代深化改革的世界机遇 全球对话会 近日分别在泰国 俄罗斯 尼加拉瓜 肯尼亚等多个亚洲 欧洲 拉美和非洲国家举办专场活动 预会的各国政商学界及媒体代表一致表示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对中国和世界都意义深远 中国全面深化改革 为全球和平发展 带来新机遇 注入新动能 伊朗官方今天为在德黑兰遭暗杀身亡的巴勒斯坦伊斯兰 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 伊斯梅尔哈尼亚举行悼念活动和遗体告别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出席仪式并主持活动 活动结束后 哈尼亚的遗体将被转移到卡塔尔首都多哈 葬礼将于2号在多哈举行 哈梅内伊7月31号发表声明说 哈尼亚在伊朗首都遭暗杀 伊朗有责任采取报复行动 有理由让以色列受到严厉惩罚 哈马斯高级别领导人哈利勒哈亚31号在德黑兰表示 以色列将付出沉重代价 31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 伊朗代表在会上表示 没有美国的授权和情报支持 以色列对哈尼亚的暗杀不可能发生 美方代表对此予以否认 中国代表表示 中方坚决反对并强烈谴责对哈尼亚的暗杀 中方对此次事件可能导致地区局势进一步动荡 深感忧虑 中方对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不负责任的行为 包括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部的袭击 表示强烈反对和谴责 中方敦促所有各方 顺应国际社会压倒性共识 共同推动立即停火 拯救生命 缓解灾难 遏制冲突外溢 据美国媒体报道 7月31号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和达美航空公司宣布 暂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 美联航表示 做出这一决定是出于安全原因 苏丹武装部队7月31号发表声明说 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汉 当天在苏丹东部鸿海州出席军事学院毕业典礼时 遭无人机袭击 袭击造成五人死亡 多人轻伤 布尔汉本人未受伤 苏丹武装部队方面指责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发动了袭击 快速支援部队对此表示否认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再见 再见